字幕《自已》 哈囉 大家好 歡迎再度回到 LOVEBOARD的遊戲頻道 LOVEBOARD BUG台 今天呢 是我們實況警察故事 第九天了 好長了一段時間 玩具有什麼遊戲要破 開門狗2 當邊緣人海客 小品遊戲就 閒小的時候小品玩完阿 哈囉 東京安 喝水喔 因為我這兩天嘴破有點不太舒服 有點太睡眠不太正常 小葵鋼鐵英雄看完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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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葵鋼鐵靠 小葵鋼鐵 pairing 別想 看門狗的畫質很棒 但是開實況完 畫質都要開很低 沒辦法啦 可能 1080換不上去 就換1070吧 看存點錢有沒有機會啊 緊張剩幾天下班 還有十幾天 其實快了 今天有可能會 今天有可能會 就破關了 高畫質 會會會 玩具熊會 那個雷球我送我 玩具熊之夜 4 那我會在這個月呢 排 時間實況 排進來這樣子 阿波拉啾啾安安 小優安安 阿波拉啾스트� An hi 阿波拉啾 哈嘍 小可安安 能考試嗎 敵人 幹嘛想看警察 又死光 死光就沒有結局啦 不行啦 都快破關了 劇情很棒耶 還沒有結局 心裡面一直 在 挂在心意悬在這上面 哼 整天告白 OKOK 謝謝你們 謝謝小優 謝謝東京 雷修你在收到薪水後看有沒有特價 黑魂3喔 黑魂3我其實有排定要買啦 但是可能要排到過萬年了 死亡命大也在啦 假假的沒關係啦 假的假吧 反正本台資源多元成家 喔耶 不要找我多元就好了 哈哈哈哈 死亡命大是甚麼 之前玩那個 呂沃的時候 害死的 害死的那個名字 NPC 好了 那我們就來繼續遊戲吧 164天 我們還差16天就破關了 佛利堡地下水溢出 危急市區 羅傑斯市長對警察局不滿 羅傑斯市長 我將肅清 警局 歡迎警察局以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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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記把UPLAY關掉了 你剛存到10萬就花了9萬 就買了9萬的消音部槍 超爽打人都沒聲音 呃 我還沒存到錢耶 但是我不殺人喔 所以槍對我來講我沒甚麼用 哇 翹班 又有翹班 據說今天下雨 我的免疫力會降低 聽說這樣肯定會生病 我可以請下躲過這場雨嗎 不可以 不可以 哇 酗酒 小優要繼續玩總統了 加油小優 小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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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數值啊 喂 我的 我跟寶貝在汽車旅館 這邊 我們倆那邊 那什麼的 正開心放鬆呢 看到隔壁出來一個男的 長得特別嚇人 臉上還有道花 我們當時就認出來了 這個人 我在電視上再怎麼睡覺看了三五次 新聞到處都是他 好像殺了不少了 人還在旅館 你們趕緊派人過來 唉唷 這機率很高喔 喔 翹班的名字剛好叫拉雞 對喔 拉雞 拉雞 哇 欸 真的剛剛好欸 死拉雞 愛翹班 略帶兒童 一名男子 因為咬了另外一名 孩子 臉部 遭到教師裹賞 男孩的母親正在電話裡面 跟警方說 快把這個貨害抓起來 不然我就把它當成瘋狗 打死 太狠了吧 其實說真的我也不太確定 我覺得很有可能是這樣子 可是他們最後是騎摩托車走掉了 這一定有缺啊 照片 這照片有缺 毒品生產 六章裡面有五章 我們來看一下吧 哈囉 小雨 安安 主教是一名精神病患 便借其 教會職位之變 發展毒品交易 形成 壟斷 主教負責每個大幫派的毒品公益 施程之後 他會以毒品 施以特殊的儀式 變得其聖結 兩個女藥師 藥技師負責生產 主教先對毒品施以聖結儀式之後 再把他交給女藥技師使用電子棒秤 秤重之後 再將毒品分裝在不同顏色的包裝內 製毒室坐落在一個大莊園的偽裝古董店 農裝由配備自動步槍的男子把手 主教用一把彎刀 割破手掌 然後將自己的血涕在毒品上 再唸奇怪的言語 叨叨神秘的報紙 應該是這樣 應該是這樣 然後 之後會分裝 然後這樣 成功了 OK 對了 哇這怎麼拆啊 幾度再說看悶狗3 看悶狗2 哈囉 Ghost的安安 我覺得在教會抓到人的機率蠻大的 去去看好了 去去看好了 哈囉 弟弟安安 行事超出獄血 吸水濾管 這麼嚴重 阿不叫好家在有派人 414 詐欺 克萊爾電話行銷人員免費回村服務的推銷 前往某個診所接受手術 他當天2點的時候到達診所 在全身多處注射多種藥劑之後 術後 凱萊爾全身腫脹 肌肉麻糊 臉部劇痛 症痛不止 此外 診所還要求他支付500美元的全額手術 克萊爾目前沒有這麼多錢 診所便堅持他要求分析付款 恩 醫療糾紛耶 可是他說是免費啦 去看看好了 去看看好了 遊戲安裝帶 容量比較多的那個硬碟會比較好 那西草呢最好是保留 保留大概30% 也就是說只要使用70%的容量就好 可以減少系統變慢的機會 一名男子被兩名暴徒手持雙結棍搶劫 一個人 一個從後打了我膝蓋一彎 膝蓋骨啊 一個從後面打了我膝蓋 膝蓋彎 喔就是後面啊 一個從前面給我鼻子的來了一下 我當時差點沒暈的過去 兩人拿走我所有的錢 走的時候 還 不緊不慢的 什麼叫不緊不慢啊 電話再次傳來 雅當是出雅的聲音 有一群不要臉的黑丫頭 大悲天就在那到處傳染別人 趕緊來人把他們趕走 在這待兩天我估計他們都得傳上 假的 一看就知道是假的 一名保 清潔人員 在老闆的辦公室拖地時發現桌下有一包奇怪的包裹 有電話線延伸是包外 女子 輕聲的說 我一下都不敢動 哈哈哈哈 最後一下沒結束 對阿 兩名手持雙結棍的男子悠閒地 可以 沿著路走 嘿 扮忍者的那兩個 把你的丸棋丟地上 一名身患阿茲海默症的年長女性 將自己灌在藥房內 不論抓到什麼藥都往嘴巴裡面塞 物質稱他們無法撞開藥房的房門 哇 要隔屁了 更多些的 公司 這些火車 有沒有 盡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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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撞開藥 群 盡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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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名路人看到一台汽車衝上路間撞倒了一個垃圾桶 而後返回路面 左搖右晃的飛樹形死林 你們可以聽 你們可得管管這個酒駕 附近還有個小孩子呢 拍三個去 沒有阿殘除就沒了阿 就有機會再抓到其他的 有機會這樣子 對阿天主教超垃圾的 都給那一點點羊毛錢 三十塊五十五塊 這種錢也剛給 是不是 沒有啦 怎麼會沒照片阿 怎麼會沒照片阿 沒有教堂服務沒關係阿 沒有教堂服務沒關係阿 少一張逃跑 很奇怪阿 對阿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是 偵探的數字太差了吧 是 有幾個部門 有幾個部門 有很多 我看不見了,再說一遍 excuse me Mr. Boyd, seems I accidentally frightened your secretary ah, they publish these stories in a book my grandfather read me these stories from the old newspapers whenever I was ill as a child I was often ill, several times a year and you know what Mr. Boyd, you're no Bobby Flash I am aware of that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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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mean it as a compliment you want to clean up all the crime in Freeburg, right? or so I dreamed, once upon a time do you know why you failed Mr. Boyd? do you know why Bobby Flash always wins? because when you're surrounded by cartoon criminals the only way to win is to become a cartoon cop you're no cartoon Mr. Boyd you suffer too much, you have too many doubts, too much fear, too much internal conflict maybe that's why the people of this city forgive all your mistakes because you seem like a real human being if Bobby Flash made a mistake, we'd never forgive him from Bobby Flash we want cold, calculated perfection and this is why I've decided that I don't mind if you keep your job what, have you abandoned your insane plan to storm the city hall? you think it insane? to solve all my problems in a single stroke? assuming of course that we're properly prepared let's say we do burn city hall to the ground and kill Rogers, what next? you simply walk into the smoke-filled room and take a seat in his smoldering chair? no, Mr. Boyd I've been preparing for a year for what happens next I'll give the prosecutor's office an impressive folder with compromising evidence against Rogers information about how he suppressed his political adversaries finally lost his mind and plotted to rain blood on the streets of Freeburg of course Troy Starr faithful city hall employee that he is will easily confirm all this at the same time my dear Jordan will finally decide to break her silence and tell everyone how that fool Rogers threatened her forced her to kill all the victims of his sexual violence to ensure their unpleasant stories would never come to light of course everyone will understand that we didn't have time for formal complaints the night before Mayor Rogers' private security detail would plunge the city into chaos our valiant police chief Jack Boyd made the difficult decision to arrest the mayor of Freeburg unfortunately Rogers descended into delusion and engaged in a shootout with the police which ended in his death we'll have to call an early election to replace the mayor and of course it won't be too difficult to win the election fairly and then you know Mr. Boyd most of the facts that I collected in Rogers file are quite true anyone who reads through the mountain of evidence would have no doubt that this man was the most vile person in the world murderer a rapist thief racist sexist are you a sexist Mr. Boyd? I'm sorry? are you a sexist Mr. Boyd? or perhaps racist? I try not to be that's it I as well I as well although I have long been known under a revolutionary pseudonym I myself am no revolutionary I believe in evolution I am convinced that a city which offers such broad support for racist gangs a city where people cheer as feminist protests are suppressed a city which for decades has tolerated corrupt officials I say this city has no interest in a mayor who unconditionally stands for freedom equality and the rule of law not yet but perhaps they are ready for a mayor who tries to stand for freedom equality and the rule of law at least when the situation allows it that's why you're so popular Mr. Boyd the city is ready for people like you and me for people who are ready to make compromises I'm counting on you Mr. Boyd and when will they be ready? I beg your pardon? you said that the city isn't ready for a mayor who stands for freedom equality and the rule of law when will they be ready? who decides when they're ready? I'll decide I'll decide I'll decide you maize I'll decide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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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抉擇啊 我比較想要支持沙菲 因為市長真的是個王八蛋啊 自己貪腐就算了 還搞了我要跟他背對背 然後你看喔 從一開始 從一開始市長就要把我解雇 然後180天叫我不要惹市 這段期間又一直大動作搞我 所以我不肯選市長 沙菲就是你 研究會表明運動員食品會損害腦細胞 室內垃圾場發現一套骨油帶造壁 對啊 還想找副警長換武 市長就是王八蛋 什麼時候支持他 什麼時候被他弄掉也不知道 在他底下做實行實在太恐怖了 金巴盾麵包店邀請學生參加烘培日活動 我的小孩又有點麻煩了 好 去吧 唯一整夜都沒 蛤 沒合理耶 去吧 嗯 小孩的兼顧權去吧 小孩的兼顧權去吧 我會想到一個辦法 下面兩周你需要找幾個人 他手裡可能會擁有序 擁有有用的訊息 幫助我們制定突襲市政府的作戰計畫 一些人可能不太喜歡說話 可以一兩個警探可能不夠 所以一兩個警探可能不夠 你得多拍一點人過去 另外有幾個人緊張兮兮的 不願意把他們知道的告訴我們 還要離開佛麗堡 還要離開佛麗堡 所以你的動作要快 只能派支持我的人去 果然很現實 公然猥褻 某個商店的店主報警聲稱 外面剛剛跑過一個裸身的中年女子 她沒有穿鞋 長頭髮 花白 身上什麼都沒有穿 就這樣肩上披個條毯子 老太太當住 當時住網店裡面看了看 我問她要買些什麼東西 結果她罵了幾聲就走開了 退休人員 報警稱幾名 學齡兒童在馬路上奔跑 推倒垃圾桶 改進來人好好教育 教育這些小兔宅子 艾米 馬爾本報警聲稱廚房麵專精一隻流浪 喊吃光所有食材和糖粉 一切主料 我把它鎖在裡面了 趕緊派人把這混蛋關到橘子裡面去 成功了 可憐的老太太即將被抓走了 突襲 市政府周圍一共有12個已經知道的位置 你需要將現有的病例 部署到這些位置上 一些位置的保險 保全懈怠 適合突襲 一些位置 保全嚴密 坦克也難以突破 如果你想要了解哪些位置最容易突破 就去問問那些人 收集一些消息 你可以根據兵種的特徵和你收集的訊息 在每個位置上最多部署三名作戰人員 哇這麼屌 這個是經驗豐富 負責協調 通常在突襲隊中帶領小隊行動 看守 最近我們想換掉池塘秀史的下水 格柵 池塘離馬桶很遠 這次的任務有一名年輕的潛水員執行 他對混濁的水有些害怕 他丟了一些器官 差點淹死 我也請過一些經驗豐富的潛水員下水 但沒有人上來過 我還在等他們的消息 這麼誇張 有經驗豐富的下水員 結果下去之後沒有人上來過 那不就死了嗎 通過市政府的大道十分寬敞 就算是恐怖分子也能弱於其事裡頭在街上走 我們一直在建議他們 給我派一支經驗豐富的隊伍 要是能配上大口徑步槍 就再好不過了 但壓根沒人理我 將士兵放置地圖上點擊士兵可以了解更多的訊息 嗯 十一適合狙擊 五六十一都適合狙擊 十跟四复合突擊 三跟七是正面攻擊 十二算是支援 九是待命班 八是觀察 二是偷襲 一是防繞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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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門是突破 這兩個算突破隊友 然後 然後 池塘在二 小隊長在這 沒有 它就是港口 就是池塘 可以放兩回 可是它本來就是水下突擊部隊啊 狙擊手的位置放錯了嗎 嗯 它可以連續多擺幾個人 噢 這是狙擊部隊啊 放錯了 從正門口實在太蠢 十一 六跟五 可是它本來就是水下突擊部隊啊 嗯 它在這邊觀察好了 因為它是小隊人員 因為它是小隊人員 所以池塘不要 水塘危險 沒有港口啊 這是這個啊 沒有港口啊 這是這個啊 大概就是這邊啊 沒有港口啊 嗯 最後整個放三個 突擊 突擊集中在大道啊 大門口兩個突擊隊會不會比較好 畢竟沒有人手 有道理 突擊隊 機動作戰部隊 配偶突擊部槍 輕型裝備 跟範圍大規模作戰 能夠通過窗戶 和屋頂 非常規 入口進入室內 對啊 它是專門通過窗戶和屋頂的啊 所以它一定是走這輪 重裝兵 期待一根 破棍 多種炸藥 能夠突破加固的保護區 任何攻擊物體 都能取得作戰優勢 通常在突擊部隊的掩護下 工作 嗯 攻擊隊 須擊部隊 配偶望遠鏡 望遠鏡 望遠鏡 嗯 瞄準步槍 能夠遠距離觀塔作戰 我覺得8放一個好了 5V不要了 因為側面不需要那麼多 這樣應該就可以全視角 它範圍是這裡 它是這裡 然後它是這裡 這裡可能比較好 能夠執行水下作戰任務 配有清機槍跟水下漢江 嗯 後門不走了 我們直接衝破前門 因為兵力太分散的話其實蠻吃虧的 好 就這樣子吧 1111 進行 判讀 拉爾夫 向一名年輕女子問路 該女子 將其 物當成了 賣可卡因的客戶 我這輩子 碰什麼都不會碰毒品 我母親連酒都不會讓我碰的 那應該是假的吧 那應該是假的吧 哦 該你只確把他當成是販賣可卡因的客戶 那我幹嘛去啊 算了反正 也沒有案子 就派個 三個垃圾去吧 415 進行 縮水塘 集中港口 哦 等一下上個廁所 來不及了啊 已經放好了 來不及了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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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試試看 一群朋友喝醉之後 決定把餐刀當作飛鏢丸 一個男生不慎失手 傷到了一名年輕女子 哇 北七 我想把支持市長都派出去 這樣子我們在進攻的時候 他們才不會跑來後野 假設啦 因為我也不知道會不會 假如會的話 這樣比較保險 哈囉 好 天 老皮不是去拉死嗎 布魯克斯夫人暴行聲稱 鄰居種子大馬 好 他們還把那些毒草擺在窗台上 唯恐別人看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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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還插在女子的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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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傷口正在喘喘的流血 照是男子身邊已經圍了一群人 都氣勢洶洶 把刀從女孩子的體內拔出來 扔向男孩子 男孩子跳上了霸台 朝門口跑去 給我贊助 成功了 成功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哼 哼 哼 讓我想到功夫的那個橋段 哎呀 刀呢 在 在我這 喔 是喔 謝謝謝謝 啊不不不不不要 喔 抱歉抱歉 然後又插回去 哈哈哈哈 柏伊德局長 我有幾個姊妹正在準備一次聚會 這次我們想弄點新奇的花樣 你要是能挑幾個身材健碩 放蕩不羈的警察過來 我們就太感激了 其他的事情就交給我們 交給我們就成 我還是把話說明白好了 他們來了 可是要脫衣服的 那家牛糧店派來的都是白癡的 我們實在看膩了 我決定派 市長派的兩個拉集訊 派這三個去跳脫衣服 一名縣人聲稱三名外地女子來到了本市 正在銷售珠寶 張勿均一 均藏在一名女子的臀部 唉唷走私喔 這個 怎麼可以呢 我要去摸摸才可以 派個女警吧 啊 我 拋入 一 多 一 警察臨前 通通脫掉 哇 他離職了 暗 老大 我們喜歡扭屁股 跳鋼管舞 我們要是喜歡扭屁股 跳鋼管舞 當初就不會花那麼多錢考上警校了 不過 李德玩得很開心 尤其是跟我們叫奶奶的那一位一起玩的時候 他特別的觀衆他 我估計他一直半回是不會回來上班的 哈哈 就離職了耶 哈哈哈哈 欸 他 他喜歡吃 吃老肉啊 李德也喜歡吃老肉 回答食物 按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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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便 按摔 新的不去 舊的不來 為什麼不能比 哦 這一個 A班 給D班吧,A班好多人喔 上了警校四年,決定去跳槓桿舞 一名男子在電話中怒氣沖沖的大吼大叫 稱隔壁的鄰居草聲太大,他無法入睡 那個王八蛋,又把音響開到醉了 又開始吉利呱拉的收藏 整個房子都在幽晃 你們千萬要當洩野那個存貨,以為自己是黑道的料 買了幾把槍,一有人跟他說話,他就把槍拔出來擺弄擺弄 這個人根本說不通,不知道什麼時候就會朝你開槍 這麼可怕 哈囉,拉馬安安 紅色是支持市長,綠色是支持... 支持局長 欸,這這邊有問題啊 怎麼會查不到啊 我覺得肯定是顏色的問題 他在那邊阻撓 裝飾沒有騎啊 就缺一張逃跑的啊 他逃跑是騎機車逃跑啊 第166天 室內出現多起自動取款竊道案 郊區自毒工廠爆炸 舉行... 節日慶典 市中心將封鎖 我覺得今天玩具應該吃的炸藥 我所在的樂隊要... 患病兒童 會一場... 慈善音樂會 今天可以請假嗎 喔,病患兒童耶 當然可以啊 忘記位移 是死了你 忘記位移也想請假 你吃了核彈喔 我以為是這樣 啊啊 突襲建築工地 恩 可是都是市長派的耶 怎麼辦 你看 只有一個...搞屁喔 他應該沒有... 時間限制了吧 就是我明天再弄也可以 醫院送進了一名腹部中槍的男子 但是一輛SUV 隨後而至 車上下來了兩名持槍K11男子 救護車司機發現他們後 立刻打電話報警 並聲稱 他們是要來他的命 公盟的委託 柏伊德先生 我們即將退休的會計馬賽爾 辦了一場盛大的派對 並準備 一系列的驚喜 其中一個就是 藏在大蛋糕裡的脫衣舞 哈囉 湯姆哥安安 我們玩得太開心了 喝了許多酒 到我們把蛋糕抬在房間中的時 脫衣舞娘沒有破高而出 那個舞娘躺在蛋糕裡 已經沒有了生命跡象 我們不清楚他是自喜而死 還是刻意要過量 還是自然死亡 我們沒有駕救護車 因為他已經沒救了 但是派對還有救 你能派幾個人來 蕭蕭把那個苦涼屍體抬出大廈嗎 我們沒有告訴馬賽爾 那個苦涼已經死了 只是說他忍不出苦 混亂過去 我們的會計是位可愛的小老頭 如果我們告訴他真相 他心臟會受不了 那個蛋糕還能吃嗎 死人蛋糕耶 1點的時候我再派人去查好了 因為我需要拿照片 修女 修女 簡列特 他和主日學的學生在佛里堡展開 開展文化活動時看到了令人震驚的一幕 公園裡有六名男子和兩名女子暴露身份 互相撫摸親吻 舉止下流 一名路過的老太太看到如此上風敗鼠之急 剛才倒地生亡 他是去了更美好的世界 可是這些可憐的孩子怎麼辦 好想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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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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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名男子跟2名女子 暴露身體互相撫摸 親吻 然後老太太看到如此傷風敗鼠的情況下 當長就倒地身亡 那跟可憐的孩子怎麼辦 孩子 蛤 是這群人嗎 我有點不太懂耶 為什麼跟孩子有關係啊 太刺激洗洗睡了 八批老太太看到太刺激直接身亡 太猛了 一名老年男子透過窗戶看到一名女子 浑身血跡斑斑 正坐在幸運社油漆店旁邊的人行道上 應該不是吧 應該是油漆而已吧 7-11在進行 西艾拉看到兩個鄰居和他的八個朋友抓走了樓道的一名身穿聖誕老人服裝的男子 眾人家將其五花大綁拖進了公寓 他們顯然是嗑了什麼藥 當時還拿著槍指著聖誕老人 後來我聽見他們唱聖誕歌 還滿房裡跳舞 就聽見那個聖誕老人 哭爹喊娘的叫救命 再扯拉 老闆明天要去醫院回診喔 辛苦了 阿寶安 明天生日喔 那你明天再來我再祝福你生日阿 喔 我剛剛沒有看到你上面那裡去阿 不好意思 你說你明天生日喔 可以阿 明天再祝福你阿 你看吧 我就說 虛假 他只是挑選顏色時候裝把紅機關 你剛剛有打 我剛剛又露看了 不好意思 我剛剛 五六分鐘了我都露看了 這麼誇張 今天醫生開會決定要把你的頭上打藥 裝置拆掉 順便裝人工血管 這麼誇張 打藥 裝置拆掉 順便裝人工血管 不拆會有生命危險 所以明天下午 一點手術 幸好腦部沒有感染 只有裝置感染而已 這麼嚴重 裝置受到感染阿 哇 老馬很誇張耶 你這個 本月開到還好阿 你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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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發 不要拉法 畫面卡 卡掉只聽到拉法的聲音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對啊 這些網頁會卡畫面 沒錯 阿 阿 阿 一開始 因為屋裡面太吵了 裡面的人並沒有聽到敲擊聲 屋裡終於安靜下來了 有明顯嗑藥 不太驚喜的聲音 誰阿 我是聖誕老人的助手 開門唄 公寓裡面一片火賴 有些嫌疑人試圖爬出窗戶 公寓可是在六樓 太誇張了 我只好向聖誕老人許願加薪的願望 我只好向聖誕老人許願加薪的願望 欸 逃走了 靠 玩過頭 好 哈囉 明明安安 老闆加油 OK的沒有問題啦 他都說拿掉就好了 所以我相信沒事的 他既然裝的進去 那就肯定拿的下來 所以 我相信沒有問題 你開到完 但是 我